要健康 要称实 要理财 要学习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耶 我是好爸 我是好吗 我是好小弟 我是好小妹 我是阿好辈啊啦 哎呦 我阿好今嘛 哟哟 我很好笑这场 老喂 前几天我看见隔壁洞的杜先生 差一点认不出来 是什么啊 你是不是没去你走路走 没看清楚啊 才不是耶 以前杜先生看起来 不胖不瘦 就一般般的中等身材 可是你知道吗 他现在整个人瘦好多尖 好像只有皮包骨 你注意到吗 那个脚简直变成脚子 比我的手更散 虽然气色看起来没有不好 可是总结得太瘦了 好像轰一吹就会打多样子 哎呦 让杜先生已经八十几了 人家不是说 年纪越大 身高会缩水 可能哦 这个体重啊 也一起缩水了啦 哦 这样子听起来不用减肥 好像挺不错呢 阿爸 阿母 话不能这样说啦 年长者如果太瘦 死亡风险会比较高呢 之前有医生说过 太瘦的年长者通常比较难应付疾病的消耗 死亡风险也会比较大哦 体重过轻 对健康的影响是免疫力下降 抵抗力不足 所以一旦生病 恢复健康的能力也会比较慢 还有 如果体重太轻 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老化会使得骨骼合成量减少 尤其女性在停经之后 会因为雌激素的减少而增加骨质流失 骨质疏松的症状也会增加 这主要会造成大多数的人行动不便 需要终身依赖别人照顾哦 这样不要减肥 大股大股 这样不好 阿爸 这样也不行啦 因为体重太重 肥胖对健康的影响包括 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 高血止症 高血压 糖尿病 还有痛风 这些慢性病 所以啊 年长者太瘦太重 都不健康哦 我的好媳妇啊 那上了年纪的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当然是适量均衡的饮食 是体重控制最佳的选择 把体重维持在理想的范围之内 就可以维持理想体重 建议可以依照你们目前的食量 注意均衡饮食的原则 还有要适度的运动 要持之以恒哦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找医师 营养师咨询 就可以确保安全的 维持理想的体重控制 保持健康哦 这样好 那位啊 我们要一起注意哦 wire intellig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